嘿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石牆仔內 然後這也是天雲宮附近的美食這樣子 然後也是來推薦給大家 先來吃飯好了 等一下再來介紹園區給大家看啊 今天我們點了一個肉絲炒粿竹 菜脯蛋 菜脯鹹香鹹香的 它的控油也很好 不會過分油膩喔 這倒是我們今天一致認為最厲害的一道菜 蜜澡排骨 超級好吃 脆皮肥腸 肥腸夠肥 外皮夠脆 我跟秋太都覺得這一道超好吃的 炒回鍋肉 我覺得特別的是它的豆干 特別的柔軟 檳榔花蛤蜊湯 香甜脆口的檳榔花 辛香的蛤蜊湯非常好喝 炸杏鮑菇 他們家的炸物都非常的脆喔 表皮卻又不會含油 好我們菜來了 哇大部分都來了 然後 我很推薦這一個東西 這超好吃 因為它肉很飽 你夾起來吃一下 我沒有吃到這個 而且它旁邊有這個蜜澡 蜜澡 像蜜餞一樣的東西 然後吃起來很好吃 真的是這個很好吃 因為這個上面 裹了那個蜜之後 它連那個 枣子的那個香味都進去了 沒錯沒錯 而且肉又夠多 而且肉也蠻軟的 不會說咬不動很柴 你看裡面其實還蠻鮮嫩的 雖然我這樣比喻 不知道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比吃豬肋排還爽很多 真的很好吃 而且整份還蠻大份的 這個很推 我覺得要點要點要點 再來是我覺得這個超推的 因為它的這個腸非常的肥 而且它做得非常好吃 對 它的外皮真的是很脆很脆 它是真的很肥很肥很肥 然後要沾一下那個 胡椒鹽 這一個也是很好吃 對 雖然說它上面沒有畫信心 可是我覺得很推這一個 好 另外這一道菜 這個是 那個回鍋肉 炒回鍋肉 我也覺得很推薦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肉乾 切得算蠻大片 而且很柔軟 它的豆干 品質蠻不錯的 真的 我覺得吃起來不一樣 就是那種很好吃的豆干 有豆香味的那一種 對 然後很嫩Q這樣子 然後肉也炒得很好吃 然後它雖然有點辣 但是不會到讓你不敢吃下來 不能吃 對 調味是非常好的 我們覺得這一個很適合點 這是我阿嬤常常來會點的 但是炒回鍋 像她不喜歡豆瓣味的話 就不要 那你如果不喜歡吃那種炒 那種辣豆瓣的味道的話 我覺得是建議不要點 但是我覺得 好吃 因為我們阿嬤很喜歡 我自己也喜歡吃這個 好 我們這個菜脯呢 很好吃 它裡面的菜脯很香 然後它炒得不會很油 我覺得還不錯 它的菜脯呢 是煮菜脯比較偏鹹一點 對 不過如果你喜歡吃那種很鹹香的菜脯 它的菜脯是很香的 嗯 如果它很鹹的話 就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上面還能夠配飯 吃給大家看喔 它這個肉非常的薄喔 滿滿一口都是 超讚的 這個棗子也很好吃 這是它那個排骨裡面的 但是我們家小朋友就不吃 可是我覺得這個超好吃 我覺得大人會很喜歡 我覺得大人會很喜歡 你裝個這個湯 這是檳榔花蛤蜊湯 你看裡面有很多的檳榔花 我覺得他們這個季節的檳榔花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 就是點這個湯 你可以喝到那個檳榔花的甜味 然後它這個脆吃起來很好吃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了這個炸杏鮑菇 它這個杏鮑菇的皮特別脆 然後它看起來黃黃是有用過蛋黃菌的 所以它的那個脆菇還滿夠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皮就很香 而且裡面那個杏鮑菇 非常的有水嫩這樣子 有汁這樣子 吃一個給大家看 而且皮啊不會有那種油膩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是非常的香的 紅鬆感 對對對 然後也不會有那種反油的味道 這個我覺得蠻配 它這種炸的東西應該都不錯 所以這種炸的這樣青黃酥脆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都是很推薦的 好了我們吃的差不多了 然後我今天我們大家一致認為 第一名的就是那個 蜜澡海底 哇那個超級好吃的 然後肉又很飽 然後又很酥脆 哇那個很香 然後第二名是 我覺得是肥腸 我覺得是肥腸 它覺得肥腸 然後我們阿嬤也覺得那個 柴柏能 然後還有一個是 然後我喜歡那個 酥炸杏鮑菇 噢杏鮑菇 它那個炸的皮啊 就是金黃色金黃酥脆 所以我發現它有什麼炸的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吃吃看 炸很好吃 對真的它弄得很好 大家還是叫我們等一下去看別的東西 稍微照一下這邊的用餐環境給大家看 其實它這邊有很多包廂 可是其中之一的 這裡面也是一個包廂 我們從後面這一個 木製的這一個用餐的地方 來看的話 欸走過來 你看這邊也有其他的 所以它這個餐廳是可以容納非常多的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剛進廁所的時候阿 就發現這個 東西阿 就是廁所很香 什麼那麼香 就是一場 哇原來他們在賣這個 香包 對阿香噴包 然後 他們這邊裡面阿 有這個小商店 然後有兩家 這一間是 香草公主的 等一下我們繼續逛一逛 你看它這邊還有那個按摩的 對啊可以按摩 對啊大家有興趣可以按一下 還是你要按一下 五分鐘一百塊 不錯 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一些什麼東西 這些是什麼 一些 你看它防溫液阿 有各種那種味道的 這邊有賣一些靜電的小掃把 抗靜電的 哇 這給小朋友洗澡的 對啊這算是愛草包 泡澡用的 泡澡用的 現在它正在刮 這是算刮沙對不對 是 一眼就看得出來 它肩頸很緊 它現在用的是這個薰衣草舒緩膏 這支很舒服 這一支很舒服 真的 你看起來好像都是塑膠 塑膠好像不怎麼厲害 可是抓起來超舒服的 對啊 而且剛剛我們它給我們試用一下那個香粉 那香粉的味道非常的自然 不會有那種刺激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些按摩霜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而且像剛剛我們用那個 那個膏啊 我去看一下 這個薰衣草舒緩膏 我覺得剛剛稍微刮了一下 它的那個感覺是很舒適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這個可以用啦 剛剛以為是不能用 只有它超多功能 它可以就是按摩以外 它還可以對那種蚊蟲叮咬的舒緩 也是非常有用的 對啊對啊 對 我覺得戴一罐在身上還蠻不錯的 放在車子上 你突然就是突然覺得 欸想要稍微刮一下什麼的 對啊 然後又蚊蟲叮咬又可以用 做這種小包裝的啊 對啊 而且它剛剛有說 這個是也是出來 這個是用比較大面積的 就是說 你比如說全身啊 你比如說去刮整個背啊 或什麼的 這種面積比較大的 然後它剛剛就是有用那個 就是那個舒筋霜啊 幫我就是隨便這樣刮兩下 好雖然說沒有刮很久 可是現在它那個涼感啊 慢慢的一直出來 然後你就真的有覺得說 欸 有舒服到欸 嗯嗯嗯 可是它不會刺激喔 這是它的那個香氛啊 然後 我們剛剛有稍微試一下它的香氛 它味道是非常自然的 對啊 蠻多種口味的對不對 講口味有點奇怪 好像要吃一下 蠻種味道這樣子 而且它吸收蠻強的 你稍微摸一摸摸它就進去了這樣子 這好大顆喔 哇它這邊東西真的還蠻多種 多樣的 對啊 有些水晶啊什麼的 哇這個好酷喔 這個是以泡溫 當作泡溫泉泡澡用的 嗯 它這邊還有那個口罩扣欸 就是讓你可以 就是加一些精油下去 然後你的口罩就會香香 放在你的口罩上面 然後就可以香香了 沒錯 還不錯 還不錯 他們這個啊 頭部啊 方療紓壓這個啊 就是說 讓你稍微體驗一下 這是怎麼用 這樣子 如果你剛好有 買了他們這些產品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 大概是怎麼樣去使用 這樣子 這邊有它按摩的步驟 給大家看一下 你買了些什麼啊 剛剛抓頭很舒服 所以買了一個套組 然後回去自己抓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真的 這兩個都很厲害 這個比較涼 然後這個就是 它比較舒緩一點 然後你可以塗大便宜 因為這個太涼了 所以怎麼塗整個背 會太涼 這樣子 當然你當夏天的話 用這個也OK 那我們就想說 這個套組還蠻便宜 我們就買它啦 我們香氛旁邊有這個 在做這個 比較民族風的 對 應該是 可能老闆是 南海人吧 海南人之類的 海南 對對對 離主 對對對 拜託不到 這邊還有碗麵 進去看看好了 這邊有賣一些胡椒粉 什麼的 對 這是馬告 馬告 還有赤蔥 對啊 這個是桂蘭 這個可以泡開水 泡那個茶都可以 嗯 這個主要是那個 麥芽糖跟那個烹蜜下去熬煮的 它裡面沒有果糖测湯 現在這邊可以讓你試喝一下桂花釀 然後我們剛剛有給我們試吃一下這個 桂花釀 很香耶 它那個桂花都在裡面 對 我們來喝喝看 我們現在喝喝看 這個很好喝耶 很好喝 就是微甜微甜的樣子 然後它裡面還喝得到那個桂花 對 很香很香 超棒 哇這邊還有在賣老菜脯 這邊還有買一些竹製品的玩具 剛剛我們 小孩就已經敲詐了不少這些小玩具了 等一下看一下我們買些什麼 有小朋友都知道這個光頭牆熊大熊二 我們剛剛是有買了一些這個啊 小玩具這樣子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它這個院子這邊 因為它這邊原本就是一個三合院 我們Cue一下那邊 然後呢 它這個地上都有做一些跳格子 像你帶小朋友來啊 都還蠻不錯的 可以在這邊玩 還有做一些古早味的一些碗 比如說踩高敲 我們過來看一下 古早童碗 然後打那個大陀螺這樣子 還不錯 很淡 對 我們先讓小孩在這邊稍微玩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三合院 原來上面就是一個咖啡店 然後上面很漂亮 而且咖啡也好喝 我之前就是 朋友送我過他們的咖啡 哇那個很好喝 我們進去這個古宅稍微看一下 這個古宅啊 他們原本就是這個私人李葵賢 對 這是他們家嗎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就是 跟我以前鄉下的家是一樣的 對對對 然後旁邊一個房間 這真的是很 很傳統的那一種 這邊一個房間 然後另外一邊一個房間 這樣子 對對對 對對對 現在進來這邊啊 以前應該這是一間房間 然後現在把它做成這個包廂這樣子 可以用餐 那這裡面的東西我覺得 留給大家自己進來看好了 這個廳的右邊就是大房 然後二房就是睡這邊 像我以前鄉下的家 因為你沒去過 就是台南那個老房子裡面 我們也是都睡這一邊的這樣子 因為我爸是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右邊為政這樣子 對對對 稍微進來看一下 他現在也是變成餐廳的 然後裡面就可以 大家參觀一下這樣子 我們現在要去咖啡廳裡面看看 其實我們來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大家進去看 因為這個咖啡廳算是在這邊 非常非常有名的 很漂亮喔 哇好香喔 哇 你看他這裡面 木頭的元素很多 而且這裡面就有木頭的香 然後混合的咖啡香 對啊對啊 這裡面的布置是非常用心的 我們去外面看看吧 他這外面啊 如果是春天的時候來啊 現在其實也算是要春天了 只是 現在寒流來好冷的 好不好 現在個位數 對啊 然後我們在這邊坐著啊 也可以看這個 整個三合院的結構 然後呢 你看到遠方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 青雲宮 現在那邊人一定超多 因為櫻花才正正開而已 好我們稍微來總結一下 這裡面其實非常豐富 然後 我覺得用餐是 他的餐點是非常好吃的 然後我們剛剛點的是沒有雷 然後有幾樣的特別好吃 我們在影片中有說到 我們今天 稍微也是沒有點到就是 沒有點到他們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 招牌菜 對因為其實我們在 可以看到很多他的介紹 或什麼 大家會說他點機會 可是我們 你們有時候畢竟吃東西 還是會去挑一些 自己喜歡吃 因為我們太常吃了 所以你們也可以參考 我們吃的一些東西 覺得好吃 也可以吃吃看 然後他這邊啊 還有兩間店 就是第一間是 一個香氛的店嘛 然後那個香氛店 那個很蠻讓我 讓我驚奇的對不對 因為他裡面的東西 都還蠻有特色的 小小的一間店 可是他裡面販賣的 這種種類非常多 然後很好逛 其實非常好逛 一不小心就失心瘋了 那像剛剛那個海南的服飾啊 或什麼的 也很有特色 然後我們就上來 這咖啡廳當然就是 最多人會來咖啡廳喝咖啡 所以是一個 就是大家 只要有來拍攝什麼的 這是一個拍攝的重點 因為它是一個 大概算是半玻璃屋 然後木造的一個建築 然後所以如果你是在這邊 坐著喝咖啡 然後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那個光線照進去 是很漂亮的 對啊要說多漂亮就有多漂亮這樣 對啊 然後可以在古宅裡面去享受這樣子 然後這邊風景也還蠻不錯的 像他外面這個陽台啊 你在那邊看風景啊 聊天啊也是非常棒 而且這邊是一個拍照 很好的視角 這種木頭欄杆 然後上面下面就有那個 山河院落的這種這種屋啊 所以啊這邊啊齁 比如說最近天原宮啊 他有那個櫻花 或是其實這附近啊 到時候慢慢都會有一些櫻花開開 你就可以開始開起來了 那你就可以搭配一個櫻花行程 然後再來一個半日遊 這絕對可以讓你 好開帶滿長的 你可以吃個飯一個半小時 然後再加上喝個咖啡什麼 半天就過去了 真的蠻推薦的 然後如果是有帶小朋友來的話 你看這邊 他的這個 一些銅萬的東西也都有 然後這邊還看得到一些些櫻花 還蠻棒的 其實我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 淡水的山上這樣 這邊算是 我們算是應該說 戶尾休閒農業區這樣子 那相信就是之後我們慢慢會拍一下 這附近的一些特色 因為我們自己很喜歡淡水 這些山上的部分 所以我們慢慢就會跟大家分享啦 我們今天先推薦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 他們的咖啡非常的好喝對不對 他說一點色味都沒有 真的很順口 雖然他吐槽我說這是拿鐵 可是說真的 你用那種灰色的咖啡泡出來拿鐵 還是灰色好嗎 嗯 這個其實我之前的朋友 就是有送過我他們的咖啡 真的是很好喝 那個朋友應該是他們的親戚啦 對 那個朋友是很厲害的一個創作歌手 然後街頭藝人 對對我很喜歡在我的片尾放 我現在就放他音樂這樣子 這個地方啊 他們這個東西啊很特別 就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古宅嘛 所以他們就想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咖啡 這是一個就是比較 就是傳統式的那種茶碗有沒有 然後就把這個咖啡呢 拿來取代這個茶 然後注入在這個茶碗裡面這樣子 做一個這樣的概念 那種花開 Maybe 好人喔 呢 很 Monica